没记错的话 上一次看到亚买加选手 站上大赛的白米比赛的领奖台 应该是在2017年伦敦世锦赛上 博尔特的铜牌了吧 没想到 曾经统治白米赛场的亚买加 已经五年时间没能站上领奖台了 只能感叹一局博尔特的强大 不过昨天的一场很有可能会改变这个格局 甚至还有可能改变今年世锦赛的结果 这场比赛就是亚买加国内举办的一场邀请赛 一位01年出生的小将 塞维尔在几乎无风的情况下 跑出了亚买加国内历史第六人的成绩 看完这场比赛 如果我不说 你相信他在去年的东京奥运会 甚至还跑不过中国选手吴志强吗 只能说他在这段时间里 经历了常人不敢想象的艰辛 并且从整体来看 赛维尔属于不服选手 全程用了48步 本场比赛的平均补频 在4.87赫兹左右 最大补频大概在5.15赫兹 重要的是后城仍然能保持相当快的补频 只能说亚买加的扛气选手终于出现了 看到这里 可能就会有人说鸡血成绩 以后怎么样还不一定了 确实是这个道理 但是就单从这场比赛来说 塞维尔就已经跑进了 亚买加百米历史第六人的位置 并且冲现时甚至还放了一点水 与同时期的博尔特 在瑞布大将赛上 跑出的9秒72虽然有着一定差距 但是不能总把神与凡人相比较 你们说对吗